這就是Town House 一間更新的Town House 我需要這個雪櫃 Towny Stars Towny Stars 不要玩捉音音 好 我看了一看 Chill嗎? 這個就可以 睡在這裡 然後就 Hello 我兒子在那裡放著 回來了 可以看 聊完之後可以在那裡睡覺 這位少女有很多幻想 這位少女 Hello YouTube 上一次就和大家看了Loft York的樓 在新手村 非常適合剛剛落地 或者兩個人來住的一個 condo 但是如果一家人 或者想幾個朋友一起夾租 有什麼選擇呢 好 今天就和大家來看 第二個熱門的地區 Bayville 這裡就是信箱位置 通常如果在房間的話 信箱都會在外面 因為這裡是沒有管理處 給你放信箱 所以就放在這裡 所以冬天就有心理準備 要鑿開一些冰 才能開到信箱 好了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間Town House 一間比較新的Town House 它是兩排黏住的 有三房三次 以及包含兩個搭配 好 那我們現在一齊進去看看 在入屋之前 在這裡介紹和我們一起看樓的agent Harry Woo Yeah 他來到加拿大已經30年了 所以很多地方都很熟悉 他也是香港人 所以用中英文溝通也可以 在和我們看樓的時候 都說了很多關於租屋的細節位 對於第一次租或買樓的人 都是很有用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是去找Harry看樓 接下來我們也會一起拍 多倫多的看樓片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樓盤的資訊 就可以在樓下info box 聯絡他 好 我們現在去看樓 先進來這個圓關的位置 就是你看到一個正正方方的位置 讓你脫鞋在門口 那後面這裡是什麼來的呢 就有個空間給你掛戴褲 下面可以放鞋 然後還有一些儲物的空間 對了 為什麼會有一個M計在這裡 嘩 還熱的 然後來到這個左邊的位置 就是我們飯廳的位置 你看到這裡 就預設了一張很漂亮的桌子 但是買的時候是不適合的 那這邊就有一個窗 日後就可以照光進來 採光都OK的 這個飯廳 通過飯廳這個窗 這樣就可以直接出去 對面就已經是一些屋子 所以也不是太私隱 但是有一個地方讓你坐下 對了 來到飯廳旁邊的位置 就是這個廚房的位置 你看到這裡有少許U型的位置 半開放式的廚房 這個位置還可以放兩張椅子 做一個好像巴桌 然後好像奧馬卡士一樣 嘩 這樣的人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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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也有這些建築的爐 有四個爐頭 一大兩中一小 轉過來就有個星盤 這個星盤比較大的 但是它也是只有一個 可能在這邊可以裝個架 這樣放著一些東西 上Amazon也可能有的東西賣 這個同樣也可以拉出來 這樣洗 這樣就方便一點 最後這個雪櫃 哇 真是 幾大個 我需要這個雪櫃 它這個不是普通的拉 它好像開車門一樣 這麼有趣 那關於廚房和飯廳 我們去旁邊看看 這裡就是客廳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也是長方形 很漂亮的 而且這裡的採光 其實都夠光 這裡也可以放幾張椅子 還有這裡有個大沙發 有空大家也可以坐下來 聊聊天 玩玩玩遊戲 如果大家想放電視 這裡也有一個插頭位 應該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沙發就放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這樣看 這裡的樓底是10呎 所以看上去其實都很寬敞 而且都很高 這個窗戶跟平時那些就不太相似 有些美麗的 Corty 比較好 這個很搞笑 它們這樣 漸漸地下來 我可以一半有光 一半有光 遮光也可以 哇 這個叫 Zebra 簾 然後這個客廳的部分 走過去樓梯的位置 這裡就是第一個廁所 這裡就是第一個客廳 這裡有廁所升盤 但是沒有洗澡的地方 都是給客人去廁所用的 好 然後這個 這次是智能家居的位置 這個可以扭扭地控制冷暖器 這個也是用Google系統 可以用電話教自己家的溫度 也可以這樣用 Tony Star Tony Star 然後這個客廳設計 就有第一間這間所謂的雜物房 也是一個四四方方的房 但是每一層就有這間不明的房 就是會偷一些空間去做其他位置 對 所以就 有點怪 好 我們現在上去上面那層 這個樓梯也是木 但是它有一個位置 就是它的邊邊好像有點起角 然後如果你不是整隻腳踏進去 就這樣踏在那邊 就這樣踏在那邊 會有一些石春奴的感覺 其實我經常都很害怕 我會這樣叫 我都會這樣跌進去 不會的 很穩固的 好了 來到第二層了 剛剛第一層的樓梯是10呎 這裡第二層是9呎 我們先看看第一道門是什麼 這是一個廁所來的 OK 好了 這裡是什麼呢 這裡的門就是一個洗機和廣播機 它都包了給你的 也挺新的 LG的 外面還有一個7月前 不得意的 但它沒有做鏡櫃的 只有一塊鏡 很正常的聖盤 下面有些儲物空間 看看吧 嘩 有個金屎坑的東西 接著這個廁所看 好像挺正的 好像有些人牙膝 其實都很接近 如果再高一點 有麥克風就不可以了 嘩 這個浴缸有點頂腳 要坐到很直才能伸到腳 不是說真的那麼大 但那些小顆就不要緊 看了剛剛的廁所 旁邊這間就有一間客房 可以放到Creen Size Creen Size其實都可以的 也很大的空間 這裡也有個窗 彩光也挺不錯的 上面也安裝了冷燈 晚上也不怕沒有光 這個客房也有一個衣櫃 哇 都... 尺寸也很大 你想把衣服放在這裏就行了 然後之後 這兩顆東西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其實它的門鎖 不是真的扭得那些門鎖 它只是想要扭緊 這樣而已 不過其實都很正常 因為這個是門 都不需要有鎖在這裏 不要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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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對面也是另一間客房 其實跟剛才的尺寸也一樣 也可以放置一張床 兩個床頭櫃 這邊也是一個大衣櫃 跟剛才的一樣 二樓就是兩間房 和一個廁所 連著洗衣機、乾衣機 我們就上去看看 不是啊 這裡還有一間房 為甚麼這裡還有一間房 是甚麼來的 這裡有 哦 就是那個房 又是那個神秘的角度 其實這些Torsche & Luxury的 床頭都會有些電梯 給你選擇 不過你可以買樓 買樓時有沒有更新 可能這棟就是沒有更新 所以每一層都會有 四四方方的儲物空間 就是本來做電梯的 我也想在家裡有電梯 我也想 就不用在那一層樓梯 在我腋底按摩 好啦 那我們上去看看 我們來到第三層 終於都 這個第三層 就是有一個主人房 我們從這裡開始 哇 進來 很大 這裡其實都是很正常的主人房 這裡應該可以包到 一張Kingsize的床 然後左右都有床頭櫃 都灼灼有餘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有點有趣 其實這個位置本身是凸了出來的 如果你在外面看進來的話 這一棵是凸了出來的 就是一個類似密封式的露台 大家可以坐在那裡 聊聊天 然後可以 梁太 hi hello 聊聊天後可以在那裡睡覺 這位少女 我們還沒完的主人房 我們走到這裡 有一條小走廊 這個小走廊也有這個窗 這個窗也挺大 可以走走走 走廊也有一些光射進來 而對著窗就在這裡 哇 這個正 這個門也很大 這個是我夢寐以求 但是現在我也要用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walk-in 少許的closet 這裡就可以同手和青男子 這樣排在彩虹色的衣服 下面可以有幾十雙鞋子 今天可能不知道在哪裏做一塊鏡 可以 Fashion Show 好像OTD 可以嗎 FFC怪 FFC怪 就來到這裡 就是主人房的廁所 這個廁所也不算很大 比起其他主人房的廁所 但是它也有兩個星盤 這個星盤的好處是甚麼 就是早上工作的時候 我就可以 曼庭師傑在那裡拆 我們倆就不用搶著星盤 在這製造頭 對 一個是用吹頭 或是用直髮夾 其實都撞走我 我還可以在那裏化妝 就不用被迫出廳化妝 很可憐 這個就沒有那個silence 只是裝模作樣的 散開 嘩 這個可以 Chill不Chill 這個就可以 睡在那裏 然後 對不起 最後這裡也有一個Range Hour 好 今天介紹完這個套房之後 就出來外面這裏 還有一間小房 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一個小小的 可能是study room 但這裏就有一些 樓是比較矮的 矮的外面那裏 但這裏就可能 不可以關門了 因為這裏好像沒有風氣位 風口位 然後就有一些焗 對 千萬不要讓你做BB房 對 因為焗死了 BB房也焗散 可以做這個interrogation room 因為它裏都有燈 嗯 你是誰 對 可以關上房門 好 那我們介紹完第三層的主人套房 還有這個小小的書房 我們就上去天台 好了 歡迎來到第四層 哇 走到這麼多級樓梯 第一間房間是什麼呢 這裡就是一個 是一些機房的東西 這裡就是Maintonen 熟悉的工作範圍 我沒什麼事 我趴進去做事 這裏有一個儲存房 可能天台更快 或者是有什麼project 你都可以放一些東西在這裏 這樣可以方便一些 一夜拿出去 冬天又可以拿回來了 就是這樣 好 哇 這個天台 正啊 這個天台一眼看完了 好啦 真是你整個活動空間 這裡可以放一張桌子 放一張椅子 有空夏天 或者春天 可以在這裏探杯啡 然後你看看外面那些 哇 鳥宇花香 挺不錯的 那這邊呢 亦都可以種一下花 種一下蔬菜 都可以 你想的話 還可以放一個BBQ 在這裏打火爐 打火爐才BBQ 對 BBQ爐就BBQ了 好啦 那天台都看完了 不如我們下去看那個parking 來吧 這裡是Hong Kong 那地下多層落到 就是這個basement的area 那這扇門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剛剛所說的那個storage 那旁邊這裏呢 又有扇門呢 為何呢 哇 原來是這麼大力的 那這扇門呢 那這扇門呢 就包了兩個車位 那通過這扇門呢 就可以直接到那扇位那裏了 那記得鎖好扇門了 要不然就被人爆隔了 在basement最后一扇門了 這個呢 就是一個電錶房的東西的 哇 沒椅子 那這裏就有個電錶房 好怕有蜘蛛 應該沒過 那這裏有個電錶房 那這樣就 對了 衝回去就可以了 那現在介紹完這扇門店後呢 那我們都不如看看 附近的環境有什麼 這間townhouse位於 Bayview Village 在Bayview和Berserian站中間 附近還有高清站 上401 highway都是幾分鐘的市 如果你沒有車的話呢 這個location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它一個區就可以找到所有東西 這裡旁邊就是IKEA和Canadian Tire 如果想搬家 買些生活、五斤東西 都可以很近就找到 走五分鐘過對面呢 就有一個小商場 Bayview Village 裡面就有化妝店 服裝店 餐廳 還有LCBO給你買酒 買菜的話 還可以去Loblaws 如果想追求高品質的食物呢 這裡還有一間Pusateri 是不是很意大利老呢 想看書的話 那裡還有圖書館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應俱全 好 這次就介紹了這間 17 Greenbrier Road的Condo Townhouse 價錢就位於130萬至150萬加址 如果想租類似的單位 價錢就位於4200至4400 就視乎一個大小裝修 如果買房子就會跟兩個車位 但租屋只會只有一個 還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 這些Townhouse是不包含用品質的 所以水電連WiFi都要自己要預算 這次看樓就看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哪區想知道多點呢 在comment section 告訴我們吧 記得CLS subscribe 還要follow我們的IG 下次再見 拜拜